新美市洞宝处推动行动医疗战政策 每个月都会有两次到屋来去设站 提供毛宝贝狂犬病疫苗注射 一般门诊、晶片施打 还有除找蛆虫等服务 希望让偏乡居民不用在舟车老盾 带着宝贝犬猫看着 细心的替猫咪检查受伤的部位 还会帮忙安抚猫咪情绪 这里不是什么宠物医院 而是动物行动医疗战 新美市洞宝处推动行动医疗战政策 每个月会有两天与屋来区公所合作 派遣受医师来到屋来区 替宠物进行医疗服务 这天行动医疗战就来到了中置活动中心 让偏乡居民不用舟车老盾跑很远 才能带宝贝犬猫看诊 很方便啦 因为毕竟屋来是偏乡 然后就是有这个张明娟医师 他可以来这边服务 对然后我们觉得还蛮开心的 对因为就是不用大老远跑到 譬如说新店或台北去就诊 很感谢他们这样的协助 所以我们屋来地区的主人 在我们的那个狗或是猫 能够有个医疗定点的服务 所以我们在屋来这边的地区 使我们得到很大的方便 新北市偏远山区缺乏动物医疗资源 透过定期校香服务 让宠物四主可以更加安心 而动物行动医疗战除了基本的疫苗 精片注射 如果毛宝贝有各种疑难杂症 也都可以寻求受益式的协助 精片跟疫苗的部分呢 主要现在当然法律上都市都有规定 你四样宠物都要帮宠物做到这几件事情 这个也是其中之一了啦 那再来就是当然狂犬病的部分 因为它是一个法定的传染病人畜共通的 所以但除了保护动物 那其实也是在保护我们人类这样子 动物行动医疗战提供的服务 包括了狂犬病疫苗注射 一般门诊 精片施打 以及除草驱虫等等 动宝处欢迎四主 踊跃带家中毛宝贝来看诊 让宠物能够获得妥善的医疗照护 记者身边张门琪 乌来采访报导